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各位收聽今集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Carmen 我和袁醫生是你們今集的節目主持人 袁醫生你好 是Carmen你好 大家好 你好 我這兩天就看到一宗新鮮滾熱辣的消息 即是有新聞 它的內容是說 第六屆美洲國家首腦會議在哥倫比亞召開 一起討論地區一體化和消除貧窮這些議題 其中 藝地馬拉總統提出一個很驚人的建議 指希望毒品使用和運輸合合化 但當然即時遭到美國的拒絕 這次會議有三十一個美洲國家元首出席 除了委內瑞拉總統缺席 另外莫利納在會上指出 美洲在打擊毒品問題上已經失效 失敗 現在希望轉換一個作戰策略 包括將使用和運送毒品合法化 這個建議雖然獲其他六個國家和議 但美國堅決反對 有分析指莫利納的建議 其實是自在向美國施壓 那袁醫生你怎樣看這宗毒品合法化的新聞呢? 其實那個報道 其實都不是以這個為主題 但為什麼我立到這個之後 我覺得這件事是值得拿出來大家去想想 在大約幾年前我在網上看到一份資料 就是關於毒品的問題 你知道我們向毒品宣戰 美國向毒品宣戰很多年 例如我們向癌宣戰 梅克遜開始 即是三十多年 但結果是全盤失敗 癌性的病人只是越來越多 一些都沒有受控制得到 用的費用已經令到所有西方用西醫的 對抗醫療的制度 全部都是崩潰了 全部是破產 那關於這個毒品的問題 亦都是同樣的問題 美國是用很多錢 資助這些所謂南美洲國家去禁毒 是吧? 但是搞來搞去這麼多年來 是可以感覺是完全沒有什麼成效的 那麼在當時呢 在網上我看到這個資料 例如是一位研究犯罪學的專家 是 criminologist 還有一個是執法的人員 可能是警務署那些 在對付抗毒的工作 很多年 這兩位人士 大家討論這個問題 是 即是毒品的問題 其實應該怎麼解決呢? 是不是 我們目前的禁制的方法 打壓的方法 似乎都沒有什麼成效的 嗯 那他就提出一個方法 其實呢 真的要處理這個問題 是要全盤令它合法化 是 那些人說 哇!有沒有搞錯啊? 即是 那些人可以吃鴉片 可以吃白麵 全部合法化 那些人吸毒的人 越多 更加多 很難受控 如果他同事一下 即是研究處理這方面的問題的人 他這個結論就說 目前的方法是不合理的 你讓他非法 讓他禁制他 完全都沒有效果 嗯 和毒品有關的犯罪 只是越來越多 是一點都沒有消減到 那其實重心在哪裏呢? 我聽過之後 我就立刻想到一個原因 因為他提出了一件事 他說今時今日呢 經濟活動和毒品有關 差不多是所有經濟活動的六分之一 哇!原來這麼厲害嗎? 想不到 六分之一 我聽過之後 我也覺得 這個資料 這個數據的內容 我不知道哪裏 但別人這樣 這班是專家 他說六分之一 他說 有這麼大的經濟利誘之下 你有什麼可能打擊到他呢? 是吧? 就是好像《Freakonomic》那本書下 《蘋果經濟》那本書下 《蘋果經濟》那本書有說 其實很多人的行為 跟那個隱誘 那個incentive 是很大關係的 就是你有這個金錢的隱誘之下 就會有人做這些事情 很難說他 好了 如果你說要消除它 其實一個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令到金錢的隱誘消滅了 是吧? 為什麼毒品這麼貴? 為什麼大麻這麼貴? 為什麼白粉這麼貴? 其實這是一個天然的植物 來的 是吧? 鴉片種起來 如果你懂種 可以說是很便宜的 不用碰成本的 種大麻 是很容易種的 為什麼它貴? 就因為你令它非法 你禁止它 變成有些人從中取離 因為變成罕有 物以罕為貴 那就有錢 所以很多人 毒品之所以被問題出現 因為背後有很多人賺錢 是這麼簡單的 有人說 包括美國的CIA 都是從事毒品 是運輸毒品 以前在Clinton州 有一個特別小的私人機場 就是軍用機場 專門運輸毒品 其實很多外面的戰爭 那些錢是用毒品拿回來的 所以有些人說 為什麼美國政府 都不肯將它合法化呢? 根本每個人從中取離 包括政府的機構 都是由毒品拿錢 做一些國會不會批 不會撥款的活動 如果你明白這件事 你就想想 其實這種方向可不可行 其實一樣可行 如果你了解一下 譬如我是 你要吸毒 一般人 有很多人 推你去吸毒 很多理由之下 是要你吸毒 如果我說 我吸毒那方面 完全沒有任何利潤的 那你就不會吸毒 即是你不會推 是呀 為什麼你騙小孩 騙那些少女 你想控制她 想獲利 你想獲利 如果你說 根本沒有利益之下 去做 那你會不會做呢? 你根本就不會做 即是你不會有動力 當然有些人 可能不小心 吸毒 沉迷了下去 他們會這樣做 但會減少 一定會減少 好吧 如果你了解到這個真相 你從哪方面去構思 其實如果沒有利益之下 我們處理的手法 會大大不同 即是你會處理 當作一種醫療的問題 即是有些人吸毒 那你醫療去治療 其實戒毒不難 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認識一位朋友 外籍人士 女士 她是一個社會學家 她認識香港 一個戒毒中心 一個鬼佬醫生 在喜寧州那裡 這個鬼佬醫生 原來就在那裡 幫香港做這些戒毒工作 在島上 好像山寨王一樣 挺有趣的 這個人很有趣 她分析給你聽 其實戒毒一點都不難 最大的問題 就是人們 重回她以前的社會環境之下 她就被引誘 再去吸毒 她說在醫學上 戒毒一點都不難 如果我們遇到這個問題之後 我們從事 用病的方法去處理她 其實很多時候 那些人為什麼會吸毒呢 其實很多社會因素 我在美國有一位牙醫 就是Dr.Winston Price 她在30年代退休之後 她就全世界去旅遊 去南太平洋島嶼那裡 去北極去看愛斯基摩人 她就去探望每個地方的人 她的飲食和牙齒健康的關係 那她發現 如果那些人吃那些 土生土長那些 天然的食物的人 那些牙床是很漂亮的 牙齒很整齊的 很少蛀牙的 亦都很少會跌牙 現在甚至要枯牙 也沒有這些現象 但她還發現一件事 在這些地方 食健康生活的人 身體健康的人 是沒有什麼罪惡的 是沒有什麼犯罪的 我們也知道 很多古文化古暴落 有時候 在某種情況 即是在一種 慶典或者節日 或者某種大家聚會之下 他們會吃大麻 可能會吃迷幻藥 即是一種受控的環境 但不會有人 不會聽到很多古文化 這些暴落的人 是沉迷下去的 以前中國說鴉片戰爭 中國人被英國佬來危害 為什麼會這樣做 因為英國佬是從中取你 他便會幫你押忍 你會說 我自己都可以做 我自己做 去種植鴉片 自己去製造 很便宜 大麻自己製造的時候 起碼沒有人押忍你 沒有人引你去 不會令你 那你自己做 你便是自己的選擇 處理這些生活的問題 其實真正解決方法 不是用法律 法律不能控制人的行為 真正正正要控制人的行為 就是教育 一個文化教育 所以提出這個方案的時候 我告訴你 現在這個做法已經注定失敗 現在為什麼他不肯合法化呢 其實販毒的人當然不希望他合法化 當然 就是從中賺錢 沒有了一盆生意 沒有了一盆生意 就是一個道理 簡單到這麼簡單 我們看的東西都是這樣的 例如好像 Wall on Cancer 搞了這麼十年 癌症有沒有減到 一點都沒有減 越來越多 而且越來越年輕化 用在醫癌的人 如果真的你自己出錢去醫 至少用幾百萬 然後就死得快一點 所以你看看我們的社會上 很多的問題 我們看不透 就經常我們看那個眼光 我們的層面 就在那個問題發生的層面去看 你一定要去另一個層面去想一想 根源 根源 根源在哪裡 就是為什麼這個問題出現 其實背後就是 好像Freakonomic那本書提出 就是那個incentive 那個理由 你試一想想 沒有這個理由 整個局面會很不同 會很不同 所以 好了 講到這裡 我們講講一些人 吃毒物製造的問題 其實有多少人死在那些毒品 其實那個數字不會多 遠遠是少於死在西藥的方面 都挺諷刺 西藥是救人的 沒錯 西藥是救人的 有專家 有專門藥廠 研究了之後 認為很安全才讓你出來 然後使用 醫生是專業人士 全部都是這樣的大前提示下 出現這些藥品 這些毒品 其實是毒品來的 但是結果怎樣 結果那些人死得更多 我給你一些數據 很有趣的 這本書叫做 The Secrets of the Drug Industry Briant Hubbard 是英國的一個刊物 What doctors don't tell you? 醫生不會告訴你的 這間出版社 所以這本書 The Secrets of the Drug Industry Briant Hubbard 他的介紹 他一開始就說 你知道每年很多人就會 好像Alton Jones Michael Jackson 伊莉莎巴泰奈 就會公開地 為外資病的病籌籌 是讓人了解外資病的問題 所以外資病籌籌 差不多是所有病的款項裡面 是最高最高的 是很高調去做這件事的 好了 到底每年有多少人死在外資病呢 是說美國 因為這是美國的情況 每年在美國 死在外資病的人 大概是一萬三千人 死在外資病 是 有多少人被人謀殺死呢 大概一萬三千五百人 是被謀殺的 是 即是外資病一萬三千人 死在美國 這是幾年前的事 等於美國一個小鎮的人口 是消失了 每年消失了一個小鎮人口 是 好了 你說這個聽起來也挺可怕的 但是如果你告訴我 在同期 在美國 每年有十一萬三千人 是因為吃了西藥 是出現了不良的反應 或者是因為配錯藥 是因此而死亡的 哇 十倍 十倍 十倍死在外資病 十倍被人謀殺 是吧 那和毒藥裡面 我現在暫時沒有這個數據 終於不中了外資病 都死了幾人毒藥 那麼你看到 是十一萬三千人 根據某個數據 是死在藥物的不良附載 或者是配錯藥 是 那配錯藥也沒辦法 是吧 可能是意外 是 或者是不小心 是可能 這些失誤當然會有的 是 不能百分之百無 但是在十一萬三千 十一萬三千的死亡藥物 西藥死的人裡面 只有大概七千人 是死在配錯藥的 哦 即是說 配錯藥是指一個很少數的 其餘呢 而大部份人呢 就是因為藥的所謂的副作用而死亡的 哦 你看到嗎 這個是遠遠大過 好了 但是 給一個譬如給你 是 這種死亡人數呢 等於每一年裡 每一天 有一架增補客機 墮機 而將機上三百個乘客 全部 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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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那間航空公司 是這樣 可以等到倒閉 即是一間真實現實世界 那間航空公司 每天都會墜機 是吧 如果我們航空界 不要航空公司 我們會不會很大量檢討一下 是吧 檢討 會不會檢討一下 是吧 這個只不過是 其實真實的情況 比這個更嚴重 不止 我們曾經所說 只不過是十一萬三千人 但其實真真正正的死亡數字 是遠遠不止這個數字 根據另外一個數據 他說有22萬五千人 在美國 是因為傳統 即所謂我們 我們叫做conventional 即是我們的西醫 做錯事 有些事故發生 是的 那用這個數據計 其實這個就等於 在西方國家死亡的原因 是排第三 排第三 你有沒有聽過報道 很可憐 你有沒有傳媒 一般傳媒 有沒有提一提給你聽 當然沒有 從來沒有人告訴你 你知道嗎 西藥 在美國 那些人死在西藥 是第三大殺手 第一二位應該是癌症 癌症和心臟病 是的 即是僅次於癌症和心臟病 沒錯 僅次於癌症和心臟病 其實這個數字 也不是最正確的數字 最正確的數字 我還沒跟大家分享過的書 《Death by Modern Medicine》 更多 更多 是第一大殺手 真真正正的寫起西藥 是根據這本書 這本書大家有機會可以買得到的 《Death by Modern Medicine》 作者是Dr. Caroline Dean 她是一位西醫 也是一位自然癌法醫生 以及Truman Tuck 她說根據這本書 是很準確地 在醫學文獻裡面的資料 是逐樣逐樣地加進去 在住院期間出現問題 這是最髒最危險的地方 而因此而死亡的 有十萬零六千人 用了多少錢 用了一百二十億 十二個Billion 一百二十億美元 那因為醫療的失誤 死亡多少呢 有九萬八千人 用了多少錢呢 花費了二十億 二十億 因為住院裡面 那些糞床出現了 那些爛肉的糞 因此死亡 有十一萬五千人 浪費了多少錢呢 令消費了五百五十億 因為感染 因為醫療裡面 處理的時候 受到感染 就有八萬八千人 是 花費多少呢 五十個Billion 那因為住院期間 營養不良 你知道了 醫院裡面的食物 都不方便會好得到哪裏 而因為營養不良 而死亡的呢 是有十萬八千八百人 好了 那這個是在醫院裡面 有些是階層 Outpatient裡面 而出現的所謂用藥 產生不良的反應 而導致死亡呢 有九萬九千人 用多少錢 七百七十八的Billion 即是七十七的Billion 七百七十億元 OK 那有些情況 因為根本無謂的手術 不做沒事的 做到都搞出問題 有三萬七千一百三十六人 因為無謂的醫療手術 的步驟而死亡 是 用花費多少錢 一千二百二十億 即一百二十億個Billion 也就是因為開刀 你知道開刀僅有風險 是吧 越來越多 三萬二千人 花費多少錢 90個Billion 總數加起來 這本書是最新的 全部是每一個隱居 每一個書 哪個書 哪個書 哪個作者 哪個調查 很詳細列出來 因為以前沒有人這樣的 我剛才說的 數字第三大殺手 只不過是其中一個研究 但這次 這幾個醫生 幾個科學家 有Caroline Dean Garry Noe 以及有五個科研的人員 是很詳細地整理這些數據 每年死在西伊有多少? 783,936人 浪费我们多少钱? 2,820 亿美元 282 亿美元 好了 那很厉害 这是合法药物之下 在严厉管制之下的药物 死亡的人远远多于毒品 所花的钱远远多于毒品 很恐怖 我听到数字很大 大部分人都想不到 当然一般的数字 看官方的数字 当然不是很可怕 例如英国来说 英国有一个MEDICAL CONTROL AGENCY MCA 其中的工作是看着药物的安全度 以及他们在售卖的过程之下 就要情报 在2000年 他们情报了33,109宗 因为药物出现问题的报告 其中14,500人很严重地受害 600人死亡 你看这个数字 就觉得这个是挺正确的 差不多了 可能有人死亡 这些事情很难说的 但是大家知道 这些数字的情报率是很低的 大家估计是大约1% 即是发生了100宗 其实有一宗 你由这个去计算一下 600个人 乘多100 就是6万人 英国至少6万人死亡 另外一个研究 他说每2万宗有问题 即是食药出现的问题 2万宗里面 只有一宗是有人情报的 但是没有监管的吗? 即不是要必须 全部有监管 有什么用 对不对? 打算给你听 很多问题 法律是只不过一个二眼法 根本的问题 在这种法律之下 当然法律本身有 我们可以叫做 2-edged sword 两边的 你做得这件事 就有其他问题 我和大家在这里分享了很多很多 我们经常说 要监管自然的产品工具 要监管维他命 要他们的标签法 要说最近的牛奶 奶粉 在香港有几宗 说奶粉 标签法 说维他命E 可以帮助免疫 加强免疫能力 是没有科学根据 不让他说 就是你想想 你做这些监管 把屁吗? 逐一点来说 是不是? 有没有人死在吃那些 吃那些牛奶 除了那些 那些大陆那些 加那些法学东西 整病了小孩之后 这些动作 是给你一种假的希望 你以为政府在帮你 其实政府都做了一些 是完全无谓的东西 是多余的东西 是一个假动作 让你以为是政府帮你看 这些东西全部是相反效果 令到很多的资讯出不了街 你看现在的广告 虽然香港有北梁医学广告条例 禁止你说什么 什么都不准说 但是你看 市面有很多广告 说哪些东西 如何威力 如何有效 现在做法就是大学 大学里面做一些这样的研究 接着就说大学的研究 如何如何如何 接着在另外一个 另一个篇幅那里 就说他的那个产品 是吧 你看到肯定 这个是所谓走法律 也好 其实应该是这样的 是吧 这样做到了 那你和我说过 有个朋友 又认识一个人 有些中药方 民间的药方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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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跟着呢 这个是哪个 是不是 不是我朋友 我家里的事 那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 那我爷爷以前就是医一些颈脸 但我不知道在西医如何称呼这种肿瘤 即我将来可以查回正确名称 那我爸爸 直接等我爷爷过身之后 就将这张药方 因为医好很多人 就是我们亲身见过的 很多原本要做电疗化疗的人 最后都是不需要做手术的 而且只是200元一次 我最 我通常见那些人十次十凌次 就敷好了 那我爸爸就满心欢喜 就递进去中大和浸大 就是中医药那边 但是最后呢 是没有人理我们的 我们怎样跟进啊 催促他啊 怎样 他绝情连同你看一下 望一下 研究一下 都非要理你啊 就是你看一下 我真还是假 都好啊 他绝情是不闻不闻的 为什么 你怎么想起为什么 什么原因 嗯 我以前有没有深入研究这些问题 就是我会想 是不是我们不够出名 还是没有临床 就是正式的临床实验 因为呢 现在的所谓的学术界呢 和药厂呢 根本大家都同流合污嘛 就是他会做一些 他有份的 就是他有版权的 就是他有份的啦 总之 就帮他做些研究啦 那将来有什么利润 就大家分啦 但其实那个药厂很经济的 就是啦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样 又便宜又正的 就当然不会用啦 你最好就贵到天文数字这样 那样能够医好别人 那就会用啦 是不是 就是希望我们的听众呢 大家醒觉啦 你不要要政府保护你 政府是不会保护你的 政府不是为了一个智慧的老人在 看着资源的公平分配 政府就记得你 大家里面是抢个资源的 但我几年前会想啦 这么便宜的药厂 就是你中大浸大 试下都不会花得你很多钱啦 是不是 那谁不知都没有人理我们啦 但今天我当然明白 为什么啦 是啦 不过呢 虽然聊得很开心 但我今次的时间就到了 那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再聊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dot-com-dot-h-k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大家好 欢迎各位回来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是的 袁医生刚才说起 就是中大和浸大 就是没有接纳我们的药方这个问题 那我以前就在想 为什么一些这么便宜 普通生草药在药材店 都可以收到的药来的 我爷爷是买一些 然后自己加工制造一些 好像造成一些高状软高的物质 那其实成本很便宜的 那其实为什么大学都不去试一下呢 这个整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他们要反对 那些药物那方面 就是不肯合法化呢 其实因为不合法化就有钱赚了 那现在在药厂里面 现在的 为什么会推荐一些 即便宜的东西 有效的东西 不推荐呢 其实全个原因都是利润关系 那 药厂的利润在这本书有在讲 The Secrets of the Drugs Industry Brian Hubbard的Publisher What Doctors Don't Tell You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上我们的网 或者在我们健康店 都可以买到这本书 好了 他说 这个全世界利用最高的工业 就是药业的工业 在2000年里面 是 头二十的药厂 是 总销售收入 是大约1350亿磅 磅 因为这本是英文 英国书来的 而他们每年的 增长是11% 比大陆更厉害 不错 大陆说8% 相当不错 要8% 他说11% 比现在中国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的经济成长 差不多是最厉害的 跟药厂比 都不够药厂 很厉害 好了 那么这个2000年 就1350亿磅 到2001年 已经去到什么呢 是1550英镑 好了 比较 2001年 是1997年的收入 是Double的 哇 Double了它 几年了 是的 就是2021年 我刚才说的 是1550亿磅 就是1550亿磅 用Billion 是等于1997年的Double 好了 那还要说利润 就是销售 销售 零液 原来在我们的Fortune 500 那个List里面 是 他们呢 他说 Fortune 500 那个500的 TOP TOP 那个 大企业里面 在2001年呢 他们的利润 是跌了53% 2001年 跌了53% 标普500 是 标普500 标普500 是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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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加上来 头十间公司的利润呢 就是 差不多是 多过了 那个 雜誌里面 所说的 三种的 就是利润 那个计算方法 OK 比如那个 Return on Investment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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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的收益 那个 它的收益 大概是 每一元里面 它是 13.5% 即是18.5% OK 那么 这个呢 就是 等于 在 标普500 所有其他公司的利润呢 是 差不多是 8倍 哇 哈哈 人家加了几个percent 他的毛利很厉害 8倍 好了 第二高利润是什么呢 就是银行家 大家知道 都是那些 他们差不多是 13.5% 就是说 药厂是18.5% 是所有其他公司的 8倍的利润 而第二高 是Commercial Banking OK 那么 你可以看到 他们的 利润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么 当然 如果你有些工具 是 有效 先治病 嗯 接着呢 就很便宜的 分明打对台了 哈哈 又便宜 又有效 又安全呢 那么 对那个利润方面 是有什么呢 是一个 大大不利的 要厉害 那么所以药厂呢 根本呢 那么多年来呢 凡亲见到这些 这样的 有效 安全 天然的 治疗工具呢 对他们来说呢 他们第一件事呢 就要将它 埋没它 嗯 埋没不到呢 就打压它 嗯 那 在地球上 过去人类 历史上 有很多很多这些工具的 那么药厂通常呢 其实西药是必须来的 西药是建设鸦片那里开始的 嗯 其实西药都不是无中生有的 它只不过在草药里面 提炼 看到那些效果 而希望呢 从中提炼一个所谓有效的成分 而成为一个西药而已 所以每年药厂 派很多很多科学家呢 去这些这样的土著地方 或者去热带雨林 南美洲 非洲 去那些巫师那里 巫医那里去学的 嗯 因为人家有经验之谈 经验方 好像你说你太爷那里 是吧 是 那你其中家里有 有靠这个来到行医都很久了 就是独步单方都可以 可以换食那么久了 是吧 那其实呢 药厂是专门是找这些方法的 那他去到这些地方呢 跟那些巫医 匪路那些巫医 向他们学习 那巫医说 这些草药可以咽咽咽病 那这等于癌症也在这里 那他就去学的 好了 那当然呢 他拿了这些草药工具之后 这些草药工具呢 他就企图分析这些草药工具 希望看看里面有没有某种主要成分 是 是治疗的效果的来源 那他们很多时候都会做 但是发现呢 很多天然的工具呢 你不能将它分析了之后去用的 你要整体去用的 是 是 譬如Graviolla Graviolla 这个是一种水果 在菲律宾的水果 是胰癌很棒的 那浴厂都知道的 是不是 菲律宾人用了这么久 是不是 那么多年的 就是所谓时间的考验 已经证实了有效的东西 所以未做过所谓双重蚌脏 是不是 所谓未有某根据 但时间考验 他用了之后呢 去提炼 但是呢 结果都不成功 其实科研已经证实 Graviolla 是可以医癌的 是非常之有效的 是要整体的用 但是呢 它制造不了一种 专利的承药 嗯 然后呢 它就放弃了 放弃了之后 会不会将这些资料 告诉别人啊 哎呀不要紧了 我们制不了 不过你吃这个水果都搞定的了 完全埋没了它 其实很多很多这些 这样的例子 OK 是充满医疗 近代医疗史上 或者根本是充满这些 这样的打压的例子 但是那我医生 那药厂就会和我们对抗 就是它为了利润这个问题 不会给一些平价的药物 就是盛行啊 但是那大学和政府 不是帮我们把关的吗 大学那些是否要经费啊 哈哈哈 大学经费是哪里的 是不是 政府给你一部分 现在很流行的 现在企业和商业大家合作的嘛 现在很流行这条路的了 那其实很多很多的大学那些所谓科研呢 是 其实是资助那些企业的 是 我们纳税人 然后养这班大学教授做研究的 那结果呢 那些科研呢 往往是贡献了给那些大机构的 那当然 当然某个程度上 大机构都会出钱 都会养这班教授 都会分 资助这班教授的科研 那你可以看到呢 今时今日呢 现在整个大学学府呢 都是很商业化的 其实商业和我们的教育 这样混为一体 是变得 这些环境之下呢 其实这些这样的行为 其实都没有什么大外的 但问题我们现在是 没有了公平竞争嘛 嗯 我们表现完全 很多的法例 根本打压了公平竞争 尤其是医疗方面呢 是完全被药厂西医药 所以现在才弄到一锅熟 所以现在才弄到一锅熟 现在的人这么多病 整天都医不好 那些人病了之后 成父身家 没有了之后都医不好 其实那问题就不是科研的问题 那问题就是整个制度呢 是一种垄断制度 是没有医疗选择的自由而已 所以我常常很强调 真真政治要解决我们的问题 在基本法里面 加一个基本的香港人 香港的医生 有基本选择医疗方法的自由 那其实这件事 有没有人反对呢 其实没有人应该反对的 那当然反对的人呢 是背后知道的问题的后果 他们一定会反对的 不可以的 那这个选择自由 不是说要否决了 就是要有科研的证实 那这个是另一件事而已 但是你最基本的 要有这个选择自由先 所以他一定不会给你的 好像最近在美国 美国现在有很大的动力出现 就是人民起义 那美国人就要求 政府要立例 就要求所有基因的 有禽有基因成分的食品 一定要有标签 一早应该 是的 香港也是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食物标签 不加 GMO 做了一些无畏的 多少脂肪 多少糖分 什么蛋白质都不知道做什么 多余的 其实一种全是耳眼手法 我知道 比较好甜头 以为政府正在做东西 其实这种耳眼手法 真正要做 他就不做 但他做了一些假动作 让你以为 其实政府正在保护你 基因食物 为什么死都不肯 告诉你 在美国最近发生的 新鲜易辣的消息 是 在Vermont的州 在立法程序上 他要求 就要立例 所有Vermont的食物 有基因成分的食物 一定要标签 就是这么简单 是的 Monsanto 这间基因食物 我知 知道 晚三多 就是等定 你一通过这些法律 我就会告你 会告你 为什么 哈哈 他有很多原因 他有很多他们法律上的手法 通过被人知道都要告 我有知情权 我给了钱买一样东西 是不是基因改造 我有知情权 他认为这个是误导别人 或者对他不公道 他认为这个是有基因食物 是没有证据有害 他有很多很多原因 好像美国来说 美国有150个 美国北美洲 起码有150个 那些農民 那些農民 就被这些公司 告到他破产 他很简单 他有些基因种子 在附近有基因种子 种植的食物 那就是有风吹雨打 那些风就把基因种子 吹到别人 那些花粉 那些小的農民 那些独立的農民 那些農民 那些農民 里面有这些种子成长 那他就告他们 说你偷他们的种子 是吧 他就不用告别人 他跟你告就行了 因为你知道 官司是说多少钱 是没有人 除了一些大财团 超级富豪可以玩的游戏 大部分人 不用打赢你 跟你告一告一告 你就会乖乖就化 因为你没有钱 打官司 是啊 没有钱 整个法律的程序 整个设计不是真的 维护什么公义 多余的 那些人不要聪明 不要这么愚蠢 整个法律的程序 都是维护有钱人的利益 由头到尾 英国大英法例的起点 就是维护英国人 有钱人的私人财产 背后当然有点甜头给你 什么反歧视法 反什么反民 其实这是维护眼法 其实我们人的福祉 是不是什么法律 完全不是什么法律 法律从来没有带给别人 是真真正正的幸福的 背后的问题 不是用法律可以解决得到 那将你们看到 其实整个 我们遇到的问题 我们很多时候被人容易眼化 是看不出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马先生 我一向都知道 这间公司 但连花粉飘到别人 都可以解决 对啊 你种了些东西 那怎么办 他就说你偷他的种子 他说我不是我偷的 他自己是野生的 那都不行 总之是他的财产 他就跟你解决 他后来没有钱解决 那你就没有钱 就是这样 他不用有真理 他就这样跟你玩法律的程序 人人法律之前平等 因为你是可以用法律的程序 但是有多少人可以解决得到 绝少人可以解决得到 其实很多很多自然的法医生 讲西医里面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被打垮 不是因为他做的事错了 害了任何病人 没有效 完全就是用政府 用法律的程序 跟你玩到你破产为止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法律越多 公正越少 这个是谁说的 是罗马一个法学家 Cicero说的 也有人说 Blackstone 是写英伦法例的法官社 法律越多 公正越少 所以整个香港的 你看到文化 立法立法做什么 立法立法做什么 简直是被律师玩到 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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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了 玩到 透了 所以大家成为了23条 到至今都 很多真论 其实 值得我们注意的 其实很多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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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法例 在我那个 在上次的talk那边 我都和大家强调过 其实香港有很多 一些恶法在这里 是吧 是有一个法治社会 很重要 但是法治社会最大最弊 很多的恶法 这些恶法就是 奴役我们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警惕 香港很多的法例 其实我们真的要修改 或者取消是无谓 所以这些标签法 是多余的 对了 Monsanto用什么理由呢 好笑 这个讲加州 对加州 加州 群众有80%加州人 要求贊成 基因食物要有标签 是的 那Monsanto用什么 他说 哎呀 这个是令到我们的成本 会增加很多 每一种食物 要了解 每一种食物 知道食物里面 很多材料 某一种材料 有基因 他便要去了解 他说 会令到我们的食物成本 会增加 很多食物商都在做 正好 正好 在香港最近的标签法 反对的原因是什么呢 都说 会增加我们的成本 是肯定的 是 到时都要给一些 发现公司 开心 打发生意 发现有多少成份 然后所有标签都要收拾 外国的仍未够 香港有香港那一套 要中英文对照 所有公司的成本 会增加 但最大的问题 做到这样之后 有什么效果呢 是完全没有真正的效果的 有多少人买那一罐食物 就会看看那方面 看看有没有反错 脂肪和有多少糖分 大事 那又怎样去查 知道之后 你便会吃得好些 吃得好些 然后转责得好些 美国都做了这些法例 你美国人的健康状态 根本全是一种矮眼法 全是一种矮眼法 这些几个条例 给你感觉上是一种假的安全感 哇 政府正在做事 哇 多紧张 最近的情报法例 所有进口食物 要你保持记忆 保持记忆 保持记忆 全世界都在做这件事 很多国家都在做这件事 全家欧盟都在做这件事 看那些人健康 看那些人健康状态 根本是一种矮眼手法 他用这些 等于现在美国 最近奥巴马 2011年的元旦 已经立了新的例 是监警 拘捕美国人 是不需要有任何罪名的 莫需要有罪名 总之就捉了你才说 即是不需要审判 不需要有任何罪名 不需要有任何罪名 都可以做 现在不是的 压世事船 要放人 有这些东西 但现在美国人 已经没有了这个自由 已经没有了这个自由 但市民没有反抗吗 所以这条法例 知道也不知道 但部外人也不知道 哈哈 在政治方面 香港很敏感 第23条条例 很敏感 原来立即有警惕 但香港医疗条例 死了这么多人 香港有没有人做 这些所谓 对政治敏感 对这方面 完全是蒙茶茶 但大家有个观念 觉得美国很民主 立了一条禁恶的法例 没有模式模式 没有了 最重要 有恐怖襲擊 对不对 那要保护人 好像等于打仗的时候 又要宣禁 全部都用这些手法 会保护美国人的 所谓内地的安全 home and security 所有这些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理由 是的 其实政府做事 会有这些 所谓假理由 令到你放弃你自己的自主权 我从大家说 香港人已经没有了 不可以自己种植食物 起码不可以养鸡 不可以养猪 起码不可以养猪 已经不准了 是的 很简单 跟着大公司 Monsanto这些公司 都控制食物 我们金融已经被人控制了 下一步 食物都被人控制了 我整个医疗都被人控制了 我整个教育都被人洗脑控制了 我整个教育都不断被人洗脑控制了 我上次和大家讨论 其实所谓的东西真的在那里 一本书 一本 George Orwell 1987年 1987年 1984年 这个世界会被人控制 一个中央集权 一个fascist government 已经在行 其实美国已经是 美国什么总统 哪一派 Republican Democrat 其实两家都是大财团的农中物 都是两家的资助 大家要看货币战争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有多少大财团 都是背后的银行家 两边资助 他们资助希特拉 他资助拿破洛 他资助英国 那你们两个打 那他们重终 你打就要借钱 其实背后那些东西 就是有多少人 有这样的动输能力 有多少人知道 我们的所谓中央银行 是一个没有基础 没有底子 没有银子里面 是空中流过的印钱 我可不可以 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你本书很值得看 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但是其实刚才袁医生说起 你说香港不准养鸡养猪 其实我家以前 是自己都养几十只鸡 十头八头猪 但我们家从来没有病 没有痛 不会因为这样不舒服 我对于这条 我对于要执行这些东西 我都不明白 就是要拿回鸡牌 猪牌 香港完全没有办法自吸自足 就是没有少少都没有了 那些有机农场 我听很多说 经营了几年 刚刚才拿到认证 他就收回了 或者被地毯商买了 这个是经济的活动之下 令到他们难以生存 如果经营了几年 如果经营了几年 用常理 用911 911 一座这么远代化的大厦 被飞机撞了之后 有没有见到它撞了之后 转彎 没有凹凸 其实这些好像一个网 即是一个钢筋网 你撞了它之后 它就抓了你 你不会令到它整座倒下来 是8秒钟倒下来 是 不是左谈右谈 不是 好像被人下跌 是8秒钟 白粉 是 是 是 而且他的passport 没有烧烂 是是是 我都不明白 还有些钢筋是融化 融化 他说温度高 那些救火人 人员的警察 怎么救人 是是 你想想 我们人是多容易被人欺骗 是 尤其是被政府欺骗 是 被大机构败 那些系统欺骗 被教育制度欺骗 被医疗制度欺骗 被医疗制度欺骗 被法制欺骗 即人家真的好像一个青蛙 在热水路上煮煮煮煮煮 人家好像在金鱼缸里面 一条金鱼 游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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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知道为何 大部分人到头来 什么都没有 都是靠政府 永远就是靠政府 那政府当然 你靠我 我便控制你 是吗 是 如果在乘飞机 都会跌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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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 就是这点 是的 总之就是我们真的要重心想想 大家同在我们的几个节目里面 我们过去有不同的讲 我们的节目主持人都在这方面 分享一些 一般大众传媒是不会告诉你 大众传媒最近未 大家都看到一些新闻 有个专栏作者 写一些文章 可能会得罪某方面的人士 是 那报纸是为了 然后怕影响它销路 是 就立刻将它炒出的鱿鱼 或者终于 经常有的 那些其实呢 根本很多时候呢 我们整个传媒 大众传媒 常常口口口口 我们的目的是 要监察政府 维护消费者利益 那我们是一个中立的立场 其实根本全部都是bullshit bullshit 你看看 根本大部分都是一个经济的活动 就是赚钱 赚钱便是广告商给钱 广告商给钱的人便控制你 就是 whoever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 点歌仔的人 给钱的人便点歌仔唱 唱什么便给钱的人说 其实大家真的要醒觉 我上次跟你说 Opera Winfrey的节目 他很出名的黑人 然后那个名嘴 常常维护那些 所谓那些低下层的人 disadvantaged people 说得好像很正 但是有人说医疗方面 说我有个很简单的医疗方法 医好了我 可不可以跟你说一下 他就 即刻死掉了 对不起 我们有重资助很多 OK 事实上真的是这样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一件事 Tribe那里都说 他说银行方面 在美国有叫credit union credit union是那些小银行 local的银行 就是你去存钱进去 你就成为它股东了 就不是那些中央银行 是剥削性的 那现在美国已经 现在坊间已经走这一套的 香港这方面 我不知道有没有 其实以前很多工会都有 就是很多人用工会 自己譬如教师工会 什么工会 在美国很流行的 他自己成立一个 叫做自己的工会的银行 就是变成了它是 大家可以帮助大家 不会那么剥削性 那已经在做的了 因为食物方面 我要夺取食物的主导权 有些食物和标签法 为什么基因法不敢 香港政府用什么理由呢 说了这么多其他 然后有多少脂肪成分 有多少糖的成分 但是基因那些 死都不肯做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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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全部都是以眼法的 我们真的要 大家要警惕 我现在在那个 我一向过去 有一个叫做 香港更好大行动 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 我们也希望具体做些事情 那我们怎么做 我们会有很多project 其中就是拍电影 或者将一些好的书 叫图书馆去入书 那我们会做这些project 那大家有兴趣 可以留意一下 在我们的Better Hong Kong movement里面 希望大家帮忙 是不是 听就听得多了 我们的听众 每个月 我们记得到800万人 但是我们希望 800万人里面 有些人都觉得 其实只是听都不够的 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 是不是 因为我们是整个制度的受害者 OK 那如果大家可以 当帮一下自己也好 就是宣扬一些正面的信息出去也好 那就是看看自己可以出些什么力感 那如果各位听众 有什么意见要提出呢 欢迎去我们圆网台的讨论区留言 那好了 今集时间到了 那下次再见了 好 拜拜 袁医生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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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